嗨,大家好,我叫恩妖,在打赛读illustration里的学生是BIL 183,欢迎收看我们的网上毕业话载 我选择两张都是Fan Art,第一张是一个角色我很喜欢的,是来自一部暗黑戏魔法少女动漫的,叫做《魔法少女小学》 这张扣图呢,是我选的那个角色,她抱着一个类似好像她好朋友的一个娃娃,她在失恋着她的好朋友 然后一时间久了,她的占有意就开始越来越强了,然后就一直有想过要占有她,就导致她走向她变成恶魔的命运 一开始呢,我这张是sketch了很多次了的,然后都遭到lecturer的拒绝,然后我已经是快进到崩溃了的时候了的 然后lecturer就帮助我知道我怎样修改sketch了,然后这构图我可以再继续,就可以继续画outline啊,然后color啊,然后detail之类的 然后第二章我选的是这个圣大尔伦的一个卡特,来自一部动画电影叫《Rise of the Guardians》 然后我选择这圣大尔伦是因为她不像我们平常印象中的圣大尔伦穿红白衣袍啊,很爱可情的面容 这个版本的圣大尔伦呢,是一个很像一个强盗人物,然后打架时就是拿着两把刀 虽然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一个人物,但就算是很威严的一个人物外表下 然后她也是很爱世界各地的小孩,也为这世界带来很多惊奇的事物 当我告诉亲戚和其他人说我以后往艺术方面发展,我大部分收到他们的回复 就是认为学艺术没有出席,然后学艺术的工作赚的钱很少 学艺术就只是在街头帮人画头像和破风景画 我就收到他们这样的回复 当我听到他们这回复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碎 因为我喜欢的艺术呢,原来在大众眼里的这职业是得不到很大的尊重 我会告诉他们,艺术不单单只是在街头帮人画头像或破风景画 也可以往不同的方面发展,例如在商业啊,电影啊,游戏这方面 然后艺术也是赚的钱也是可以得到日常生活的需求 如果Junior想要学艺术的这个 course 我的建议就是,你只要打好你的 艺术的basics, like figure drawing, perspective, shape and form的这些基础打好 然后你对艺术的日情是永远都不减 就是日情一直增加到底 你的基本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艺术 我要感谢的是在这学期上的学生在科学上帮助了我很大 还有我的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还有我的院长Mr.Gui 在这学业期间呢,他也是鼓励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学画的梦想 如果你们想看我更多的画作的话,请浏览到我的Instagram 谢谢收看,拜拜!